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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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看前几天热搜上面李佳琪叫错余淑欣名字的视频吗? 我真的笑死了 余淑欣反应怎么那么动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说实话我是真的很喜欢她的性格 就是她可爱里面又带那么一点小作 实力虽然不是特别拔尖 但是又很努力 其实呢她在那个直播里面 就是掏耳朵那一段 太坚本了 因为我从中老搞 说了那么多呢 我们今天要搞的是欣欣自在 我怎么这么好看里面的舞台仿妆 我知道呢就是来的有一点 有一点有一点点的池 但是大家好像都蛮想知道她这个妆 到底怎么化的 女孩子都喜欢 今天呢假发就不戴了 我一戴假发你们就说我是女装戴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别人戴假发那都是仙女下凡 我戴假发就像是男扮女装 我尝试过 我真的努力过 我每一次都努力过 可是每次的结局都一样 所以今天那就不戴了 今天这个妆要点就是清清爽爽又可可爱爱 毕竟到了夏天了 所以我给她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夏对奶茶妆 想要底妆清透 其实大部分的功效都是靠我们的妆前乳 之前就跟你们说过 如果你们想要看起来底妆很清透 想要有一点调良肤色的效果 我可以选择蓝色紫色的妆前乳 今天给你们搞来一个新家伙 露华浓玫瑰波波妆前乳 然后你们听下这个名字 听了想谈恋爱吗 想要点一杯玉璃波波奶茶 不要玉璃不要奶茶 想要波波 它这个超美的 里面有那种小爆珠的感觉 乳化开之后 它就是那种玫瑰金的偏光色 有点像我们平时用的精华质地 除了体量肤色 它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 而且这种低管的设计就很方便 用多少要建议多少 抹开之后会有那种微微的光泽感 然后这样子再上粉底之后 会看起来你整个妆就会很透很亮 好心机哦 接着是上底妆 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们测那个评价粉底 底下大概有800个评论说 露华的粉底也能有朋友姓名吗 JC她震兽颜都代言了 我用她夏天吃妆效果特别好 出去一整天回来妆都是还完整的 夏天控游效果也很好 我这个人就是受不起别人安利 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今天我单独给她出一期视频好吧 够给她面责吧 她的质地有一点点像奶油 还蛮好推开的 遮瑕率中等偏上吧 我脸上的瑕疵基本上都能被遮住 可能是因为我脸上没有什么瑕疵吧 哈哈哈哈 臭妖脸 黑眼圈什么基本上也都看不到了 如果瑕疵比较重的姐妹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另外再去上一层遮瑕 她这个版本里面是 温和植物提取物加水阳酸 所以对油痘肌特别友好 加上现在夏天比较闷热 要是戴口罩一整天的话 也不用担心她会闷痘长鼻口什么的 妆效整体看起来还蛮清透的 而且没有那种油油亮亮的感觉 我还蛮喜欢的 毕竟夏日奶茶妆嘛 要的就是清透 星星子这个妆其实我看了好久 基本上她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底妆加亮片跟一个很亮的口红 她想要营造的应该就是那种 夏日可爱女友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还是 强调自己面部本身的轮廓 就整体的妆除了口红跟亮片以外 都偏淡一点 眉毛呢她的颜色其实不算很浓 所以大家选一个就是比你日常用的颜色 再浅一个色号的眉笔 整体她就是一个偏粗的小平眉 这种偏粗一点的眉毛有一个好处 就是会看着很简直的 眉毛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眼影的话 选一个那种粉粉的 带一点灰料的颜色 就像是并红 因为她的眼妆其实偏粉一点 但现在又不是很浓 所以我们就是淡淡的颜色 先用浅粉色大面积的打个底 然后再用更深一点的这个粉色 把它铺在刚才打底 二分之一处的这个位置 从下往上映 最后一把小摔子这样一样的颜色 在睫毛根部至眼尾的这个位置 再填充一下 像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 这一块地方不会有一个留白 接着用一只肉色的眼线胶笔 把它涂在下眼点内侧的这个位置 让你整个眼睛看起来干净很多 你看涂了眉涂 涂了眉涂 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吗 她的眼线其实蛮明显的黑黑的粗粗的一根 但是我把它改了一下 我们这次用棕色的眼线胶笔 然后画一根很粗很黑的眼线 会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飞煮的那种感觉 所以每个人因人而异 用一个眼线胶笔 沿着睫毛根部 轻轻地拉出来一根截脂点 刚好在眼影最外侧的位置 它的范围不要超过眼影 这样一点点就够了 直男一般就看不出来这种 好了重点来的 点两片 来给你们说一说天上片的一些小心机 之前不是教你们用 直接画在眼下一根吗 但是可能大家日常会觉得有一点点夸张 所以今天教大家一个比较小心机的那种 你们用这个站一点点在眼球下方的这两边 诶 点一点 在眼球的正上方 诶 点一点 这种直男看你就会有那种不经意见 然后一眨眼波光灵灵 然后楚楚可怜的感觉 哎哟 太兴趣了 这个大家也要学会 然后大家按照日常夹个睫毛 如果你的睫毛很容易塌的话 可以先上一层睫毛打底 让它定个型 我上次不是去外面拍摄吗 然后那个化妆师就说我发现单眼皮有一个很大的共性 就是下睫毛都特别浓密 让人羡慕的那种浓密 哎呀 终于让我找到了一点优越感 哈哈哈哈 这次修了那时候呢 可以把脸上面一些棱角明显的地方修进去 苹果肌 扫一扫 男朋友 明天有 苹果肌真的是少女感的关键 大家不要再熬夜了 熬夜真的会变熬 而且还脱发 我亲身十次 腮红也选一个这种就是苹果红的颜色 我跟你们讲用一个海绵蛋 这样一点点 然后把它压着眼下 那么就很自然 然后又跟底妆超级贴 又不会很夸张 一场装到这里脱口红就OK了 如果是参加聚会或者拍照什么的 哦呦 就要跟星星子一样 在我们的眉骨上面 涂一些布林布林的亮片 我用的是Color Purple的亮片眼影 我怎么这么好看 Sorry 还没画完就你太自恋了 就女生对你布林布林 真的是无法抵抗 还剩一个口红 今天用的是露华农的006号色 我觉得这个是最接近星星子嘴巴上颜色的一支 显色度很高 它上嘴之后是外面的质地 哇 如果预感它会很好看 先薄薄的涂一层打底 然后在唇部的中间 加深一下这个颜色 哇 加深之后太好看 瞬间感觉自己又白了一个度 它这种高级的哑光感真的是 圆气又显白 我太会选颜色了 那今天的这个妆到这里就结束了 等我去换个衣服 我什么这么好 看 what you gonna say